限制有被你表现出来的才是书法 没有表现出来仍然只有笔画的叫做美术 你的内容是汉字 记得哦 所以你们可以很近的去观看老师所锤炼出来的笔法 它是比较可贵的 杜老师对我的认同是认同我的笔法 不是认同我很会美术 很会美术没什么了不起 会把美术透过很熟练跟锤炼的方式 锤炼出很优质的线条 那个线条有前面有后面 有头有尾还有中间的过渡 然后呢前后都有贯串 自内气 自间气 行气 这是我们要追求的 然后最后就看你的学问 还有你对艺术的高度 还有你对这个技术的成熟 用字的源流准不准确 如果都OK的话 那就是一个可以称大拇指的存在 嗯这个厉害 这样我们要做这样 老师帮你们储备的是 储备到让别人看到这个用字 都说哎这个很厉害 你怎么知道用这个字 字用对了 源流对了 那就已经一个level就上去了 已经远远的超过别人了 这字的用对用错 用错超级的重要 可是你不管他也OK啦 因为历年以来也很多人都写错 写对的是高手 但是极少知道重要性 所以老师开这个班也辛苦 因为不太有人知道他多重要 所以没什么人来 没关系 我们就继续努力哈 好